我的心还是没有得到满足 你是我得到满足吧 我们是否带着这样的想法过信仰生活呢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生活 与其说是荣耀上帝 倒不如说是想让上帝承认我的荣耀 寻求个人荣耀的人 总想在人前荣耀自己 想通过某种显眼的成就压倒别人 殊不知 这种行为与上帝的爱和恩典相悖 恰恰是在激活福音要除去的东西 是对福音真理的背叛 教会是显出上帝荣耀的领域 这话不是说 只有在礼拜的时候才能归荣耀给上帝 教会是由蒙恩的罪人组成的会众 教会的存在本身就能显出上帝的荣耀 还有 通过教会肢体们的改变 也同样能显出上帝的荣耀 当然 这一切若没有基督作为中宝 都不可能成就 因此说 基督也是圣徒显出上帝荣耀的领域 对此 保罗记录说 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时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教会是这世上能够显出上帝荣耀的唯一存在 尽管如此 很多信徒在信仰生活中 常为了追求自己的荣耀 而与他人竞争 以至于给教会带来困难 这样一来 承载着伟大使命的教会的时工 就无法顺利进行 如今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上帝的一切 因此我们不必与他们竞争 只要用余生将荣耀归给上帝就可以 为此 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成就一番大事 而是要承认并感谢 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 上帝并不缺乏荣耀 不要把教会要荣耀上帝 理解成教会要填补上帝的缺乏 上帝的荣耀在上帝那里 这个事实永远不会改变 上帝的荣耀 是永恒的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在什么时候 都不会改变或消失 在这样的上帝面前 我们要做的 就是在任何情况 任何时候都顺从上帝的旨意 这样 上帝该得的荣耀 就会通过我们显出来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这是先知中 堪称是最大先知的 实行约翰的告白 他虽没有得到基督的救赎 却在主面前显出了如此的态度 更何况 曾为上帝的仇敌 却白白得到救赎的我们 又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呢 上帝事情救赎施工的最终目的 在于上帝的荣耀 为了这个目的 而要担当重大责任的唯一存在 便是教会 让我们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里 感谢上帝的恩典 顺从上帝的旨意吧 让我们将荣耀 归给教他所喜悦的意志 呼召我们的上帝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